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明是一位三十多岁的一个创业家 他就很聪明 很有成就 外表也不错 但唯独是他没有女朋友 是因为五月之前 他被前度女友抛弃 当时前度女友就说他 他又没有车 又没有房子 又没有名利 又没有金钱 只有一个吃不饱的梦想 所以就跟他分手 分手之后 阿明就带着一份情商去祷导 他不断努力 不断去进修 希望自己有日可以明成离酒 很可惜 其实他之前那段感情影响到阿明 他今天对异性都有一些退却 他不太敢跟一些异性比较深交 甚至一些他觉得好像心仪的女性 他都不敢跟他谈得很长 因为这样的情况 阿明就走去见辅导 辅导员就鼓励他 叫他这个礼拜去公园 跟异性去打招呼 说声早晨 阿明于是在这个礼拜里面 就走去公园 但他就选一些比较联长的女性 去打招呼 当然 第二个礼拜回来的时候 辅导员就要鼓励他 就要找一些年轻一点的女性 去跟他谈 第二个礼拜 阿明就走去咖啡店 去向着女店员跟他说早晨 然后就再加多句 我想要什么咖啡 咖啡店就成为阿明 去帮他去治疗过程的其中一个地方 他就如是者日子的一个 有一天 拖阿明去照常 去上去咖啡店之前 他想着划过马路 在马路之前 突然之间 旁边有位女性 他手手扯着他 接着个人就跌了下来 阿明转身看看这位女性 接着就发觉 原来她暈倒了 再看清楚 就看到这位女性 就是原来 每天见到那位咖啡店的女店员 她记得 每天阿明她自己 都是很机械式 讲真早晨 接着要什么咖啡 而那位女店员 每一次 都是笑笑口 跟她递上杯咖啡 阿明很深刻 那便立刻扶着那位女店员 接着在旁边那里 跟她谈谈 也都叫旁边的人 去叫十字车 等她的过程里面 阿明都问候她 原来知道她那天 可能她躺下 所以要暈倒 到十字车来到的时候 阿明都跟她一起上十字车 送她入医院 原来在帮助的过程里面 阿明不知不觉地 跟她谈上了很多事情 也都了解了 少少关于她的工作情况 在辅导里面 辅导员就问阿明 平时你都很怕 跟女性去谈得这么详细 为什么这次你能做到呢 阿明就想一想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当时只是想一心一意 帮这位女店员 其实这位女店员 虽然不认识她 但每天她都是送上咖啡一个位 好像有点亲切感 辅导员就跟她说 其实你管住那份的关怀 管住那份怜悯 去帮助这位女性 当时你都忘记了自己所学态的 是什么 完成了辅导之后 这位阿明 跟着那几天 她都遇上的 去回咖啡店 去跟那位女店员去谈谈 一年之后 她们两个人就抱上 婚姻这条路 正如有时 当我们表达那份爱心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害怕 也都可能忘记了 但是如果当我们 能够可以将 过去成长的阴影去随去的话 我们可以用更多的爱 去拥抱着对方 和这份感情 相信我们每个人 在婚姻里面 或者在亲密关系上 我们会更加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